花莲治安不平静 花莲县警方17号上午在花莲火车站附近 围捕了一名20岁的张姓毒贩 由于张楠不仅是拒捕 甚至还想当场驾车逃逸 警方是拔枪贺阻 过程当中总共开了八枪 最后也成功地将张楠拦截 而车上其余的两人也都被带回刑大侦讯 全案也将依毒品等罪嫌侦办 事件发生在17日上午 花莲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接获毒品勤资 动员大批警力在失去国联四路和五路交叉口 围捕一位涉及多起毒品案的张姓男子 由于张贤拒绝受检 想驾车加速逃逸 警方陆续朝嫌犯坐车开了八枪拦阻 由于开枪围捕地点 位在花莲火车站附近闹区 引发附近民众关注 他一窗窗下来他就被拒捕 然后他去倒车逃跑要撞车 他就撞到那边 对 你应该跟他求场吧 有啊 跟他 你有听到枪响吗 有 大概六七枪有吧 这个张贤所驾驶的自小客车的驾驶座上 查获一把这个五十刀 在后座的部分 这个有查获到那个毒品咖啡包三包 以及这个擦箱工具通箱桃等等 目前这个张贤他的左侧脸颊的部分 有擦伤 那也是在冲撞跟气泊的过程中 有一些擦伤 据我们调查这个车类的另外男子 年约30岁 他有这个部分的这个 前科记录 那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中 他是不是贩毒的共犯 目前警方还在查证中 那本局并将深入调查这个张贤 是否有涉及到其他刑案 在防疫期间内 警方除了配合这个防疫工作以外 对于扫毒资安工作 也是强力打击不手软 我们将全力遏止这个毒品进入本辖 来违及本辖的治安状况 以为止社会治安 华联行大部队长张一新表示 张贤拘捕过程 为避免伤疾无辜 先对空民一枪后 再炒张贤所驾驶的轿车轮胎 引擎盖等处开七枪 并将他拉出压制 随后在车内起出毒品 咖啡包三包 开山刀一把 通枪调及擦枪工具一组 全案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及防害公务送办 另名有钱客男子 这上代理清是否涉及贩毒 记者有华联市报导 干出 不能 永远 跟你 好 找